现在这个世界的灾变也太可怕了 刚刚讲的 在摩洛阁一个6.8的地震 在巴拉喀什的这个地方 现在死亡人数已经上开2000人了 对 事实上到我们录影为止 已经超过2100多人了 那么受伤的人数也超过2400多人 但问题是还有为数不明的人 失踪被压在这个废墟下面 所以最后的死亡人数 可能还会超过我们921大地震 2400多人 那很多人就觉得奇怪 不是只有规模6.8吗 对 你可以看整栋都这样掉下来 我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们的建筑物 没有所谓的耐震系数的强震设计 也就是说他们 你看到大楼 看到各式各样的建筑 他们有的建筑物看起来还蛮新 但问题就在没有做好相关的耐震 我都怀疑有些房子 到底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地基 打地基的观念 为什么 因为100年来 在这次发生地震镇央的 这个方圆500公里之内 那么没有不曾发生过规模6以上的地震 也就是在附近的所有的住户都认为 100多年来都没有发生地震 那我干嘛去盖房子 要有耐震的能力呢 就一来的话 其实你看地震一来一下就倒掉 因为这场地震其实只摇晃了大概10秒钟而已 但10秒钟就可以决定生死 而且那么因为摩洛哥他们政府很保守 所以你看地震都发生几天了 包括我们台湾不是搜救队想办法要去吗 一直在那边等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提供给4个国家的搜救队进去救 所以政府的救援救难又不进来 然后也不给国外的进来救 只有4支 最后的结果就是 很多老百姓都是靠自己这样子开挖 有一个男子就因为他自己的房子倒了 所以后来他听到 听到家人的哀嚎声跟求救声 他靠一个小铲子先挖破一个洞 把自己太太拖出来 警戒而来 那么又听到自己的母亲 本来是在房子的一楼受困 他又这样子挖出一个洞 相继把自己4位家人都平安救出来 有一个男子就因为他自己的房子倒了 所以后来他听到家人的哀嚎声跟求救声 他靠一个小铲子先挖破一个洞 把自己太太拖出来 警戒而来 那么又听到自己的母亲 本来是在房子的这个一楼受困 他又这样子挖出一个洞 相继把自己4位家人都平安救出来 但是他邻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邻居一家那么几口的人全部都压死 你就知道这次摩洛哥的地震 就因为那么规模可能看起来感觉6.8 好像不是非常可怕 不是动不动就7点多 可问题是因为他的建筑物的关系 那么再加上他是潜沉地震 最后的结果就是造成 那么听说在山上其中一个山上 有一个村落 全部灭村 全部被地震 全部整个灭村 全部都移平了 然后所有的建筑物呢 全部压在这些灾民的这个身上 所以你就知道 这也是可以解释 为什么规模不大 可是却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